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力表现我个人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跨界修理车的设定 那它的优势我认为就是差在空间表现上还算不错 那它开启了的一个路感跟扎实性 我认为比以往的现代的车子给我的感觉还要好一些 因为它是韩国车韩国品牌的一个车型 乘速的话是跑1799 然后有车道便宜 简怀波键 定速 然后它有升级运营系统 导航 然后也有升级这个360度的环境线系统 然后有盲点 然后这边有驾驶模式的切换 有驾驶模式的切换 切换的时候在预标本上可以选择它切换的模式 接人模式 运动模式 雪地模式 一般模式 大概是这样子 新款的2022车型目前也还在新车保固中 只跑1700 以程保证 升级360的环境系统 有兴趣的请把握 谢谢 实在就是SUM